東吳大學國際法的研究者 那剛剛聽了講 基本上都算是 對不起 大三 我是東吳國際法的研究者 那基本上剛剛聽老師所講的六個殖民政權 以及說文化以及歷史脈絡 我是大致上的認同 不過我對於最後一張PPT說 台灣已經是個國家公約的四個要件 我倒是有點不太同意 因為領土跟人口這倒是沒有太大的爭議 主要的爭議是在第三個要件 以及第四個要件上面 那有效政府不太有它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我們先退步言之好 我們先姑且不談 這個政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我們就談第四個要件 也就是這個與他國交往能力 事實上目前與我們邦交國家二十幾個 但是他們所承認的並不是台灣 而是中華民國 也就是我們就以反義工外交部的網站而言 他上面寫他們邦交國的list 他是寫China 而不是台灣 那剩下的 那剩下的 中華民國 對 那剩下的國家二十幾個邦交國 他全部都是承認中華民國 也可以說我們是用金錢去買 就是他們承認中華民國這樣子 那基本上如果說 沒有一個國家是以台灣的民意 或說是來跟台灣建交 全部都是二十幾個邦交國 全部都是中華民國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說 就是我們跟他國有交往的禮貌 我覺得是就以台灣民意而言 我覺得是蠻值得懷疑的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還處於一種 事實上的獨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在法理上我們還處於一個 就是不明的狀態這樣 所以就是對於最後這樣 PowerPoint不同意的地方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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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